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劳家英出席支持好朋友的新书发布会 自拍后自己都有出书的计划 着手着手 我都是关于乐剧的东西 关于我的小生平 以及我对几道大戏的心得 出书又不是单人认识的 亦都是想把自己的东西留下 由一个书本留下 时间长一点 讲到推广乐剧 家英哥坦白地说自己都有不小心宣示 就连明星足球队的朋友都拒绝看他的演出 是呀 我觉得他们很无情 他们宁愿博飞去看演唱会 我做大戏请他们来看都不看 你去看一次 我跟他们说 你认识家英哥都是电影里面 是认识一半而已 你认识我乐剧那半吧 疫情关系 乐剧家英已经停顿了很久 不少工作人员已经几个月都没工作了 家英哥都有以后发过富城 为自己行业出一分力 整个香港的乐剧就差不多停顿了 停顿了 有很多人有时五个月都没工作 他们都比较困难 他们都比较困难 行好他们都有些职触 目前来说都不是很大件事 在我来说就少了电影拍 都没所谓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年纪人 中国人最重要的就是 好天收下落月蚕 我们懂得什么时候收到蚕 我们就在这些不好的天气 我们都能够应付到的 在这就希望年轻人 就不要先花未来钱 如果不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真的没有钱去应付的 很惨的 没人能够救你 很难得 你会否也认为粤剧界 搞一场表演 粤剧界我们已经在准备 做一种叫做兄弟班的事 因为在日本人打历香港 在广州香港 粤剧界是很惨的 很停顿的 而我们能够如何继续生存 就是一个兄弟班 就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现在我们正在教他们 大家如何做兄弟班